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為各位介紹這一款玩具呢 是在1985年 由Bandai所推出的Machine Robo的一個玩具 這一款呢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惡魔撒旦6 六鬼合體 那這一款呢也是我 算是最近期得到的一款東西 這款作為一個Bandai在1985年系列的商品呢 我只能說它噱頭十足 那好不好玩呢其實見仁見智 那我這邊直接為各位介紹 它是在Machine Robo裡面呢 它是某個海賊團的一個主力成員 那其實我對Machine Robo的卡通呢沒有特別的專注 我真的有看的就是Gobart而已 Gobart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我印象中是沒有啦 然後所以呢 這邊呢我只能就玩具為各位做介紹 OK 那每一個角色的名字呢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專研 我們就直接介紹玩具就好了 首先呢這款玩具呢是由6個角色所組成的一個 組合體 那每一個角色分別代表的是身體的一個部分 OK 那我們不囉嗦直接來介紹吧 首先呢介紹這一款 作為一個核心部分的一個 機器人喔這一款 像飛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款的造型呢 都非常的怪異 你也不要特別用那個 漂亮的那種就是那種現在玩具的思維去思考它 畢竟這是1985年的商品 距離現在已經32年了 快33年的東西了 所以就請各位用30幾年前的玩具的思維來思考它 OK那玩具本身呢有使用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核心部件的成分 那玩具呢就不用囉嗦了就是Made in Japan 這是日本製的一個玩具 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名文 OK 那作為一個核心部分呢 這是作為一個核體擔當時候的頭部的部分 就長的像這樣子 基本上這裡有一個起落架 單體是像這樣子的飛機型態 有一個噴射口 那變形呢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把這個起落架收起來 然後 往上折 之後呢把這邊卡扣卸開 把腳呢搬到適當的位置之後呢 這個地方把它向下擺 OK 那這樣子呢就變成第一個 作為一個頭部的一個成員 基本上呢是非常具生物感的一個造型 胸前兩個很大的空洞呢 卡通裡面呢它也是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其實看起來並不會很突兀 OK 但是這根橘色的東西其實就 它是男生 當然 就覺得不是很啞觀就對了 然後眼睛是只有一個銀色的這樣子 然後可動度當然就不用太去在意它了 這個畢竟是早年的玩具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可動度可言 OK 那第二個呢成員呢是這台黑色的戰鬥機 這一款就是作為一個腹部腰部的一個主艦成員 那就是作為一個飛機的造型 兩個砲口這樣 然後裡面就是它的一個內部 裡面就是基本上都會露出破綻 那也是擁有合金的成份 這裡跟腳的這個地方 那這裡是一個很漂亮的電鍍零件 那我拿到的時候呢電鍍其實還非常的好 不到很糟糕的地步 所以是很棒的 那變形呢依舊是很簡單 把這個地方翅膀的地方向後這樣做一個折疊 對了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很小很小很小的字寫著 JAPAN JAPAN 然後這邊呢就有一個 綁帶的名文 綁帶1985年 BANDAI 1985年 那這邊塗掉的地方呢它就是在這邊 寫著JAPAN JAPAN OK 然後呢翅膀收起來之後呢 把這個電鍍的部分 我們把它向下翻 頭會自己這樣伸起來 這時候是一個彈簧的 然後這邊兩個小手手呢 我們把它折出來 那這邊跨部的地方呢看起來比較開對不對 我們先把腳這邊往下拉 這邊看到有一個 就是一個金屬的部件 我們可以把它向下往內壓 之後呢這邊就會跑出來 折疊 變這樣子 然後 腳趾頭把它 轉到需要的位置 像這樣子 那作為一個 副腰部的一個合體組件的成員呢 就有變形完成了 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如我所說的可動度呢 當然就不用太要求它了 造型呢也就 還挺可愛的 愛心 好 第三款呢 作為一個腿部的一個 合體組件的成員 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邊整個這塊零件呢 兩個都是用非常大量的金屬部件 這兩個都是金屬零件 然後就是像這個樣子 裡面呢基本上就是肉線 就是它的臉 OK 那變形呢也非常的簡單 首先把手的地方這樣向下壓 到這個位置 像這樣子壓到這個位置 然後腿部呢 腳這邊把它向上凹 就會變成兩個腳掌 那大家看到這邊有彈簧對不對 你就要不要很小心翼翼的把彈簧 把這個零件從這邊壓出來之後呢 向下做翻轉 這邊再做一次 壓出來之後呢做翻轉 好 好 那基本上呢 這邊這樣就變形完成了 好 它就是一個做為一個腿部組件的成員 好 長得就 蠻可怕的 就是一個單眼 然後有牙齒這樣 好 真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棒 好 然後後面一樣有一個 不是Taka 不是Taka那個 班代的名文 好 都印在這邊 好 那為什麼會有那個塗掉的部分呢 聽說呢 這款最早期呢 它是發售一個美版的商品 美版先發售之後呢 才發售這一款日版 好 那所以它上面的 塗掉的地方呢 原本是別的生產國 然後之後呢 拿回日本拿回來 做Machine Robo的時候呢 就把它改成Made in Japan 好 那配色跟美版的配色呢 是完全不同的 各位商人可以去Google一下 它美版的配色 OK 那作為腿部的另外一個成員呢 就長這個樣子 一次扁扁的一隻 這樣子 那變形結構呢 也就非常的簡單 首先這樣把它立起來之後呢 腿這邊 向下壓 這邊也是向下壓 然後呢 這個肩膀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拉到這個定位 好 那這樣就變形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對不對 好 然後造型呢 跟這一款單眼呢 又非常的不同 好 然後這邊是一個 銀色的塗裝 然後這個是 電鍍這樣 然後金色的塗裝 整隻其實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不過因為是早年的玩具的關係呢 它的關節其實沒有非常的緊實 好 這個新買來也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就不用覺得說 玩了很會鬆啊什麼的 一拿來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 可以做一個小幅度的翻折 OK 然後呢 介紹下一個成員 就是作為一個 首部的一個 角色 就是像 霓壁 凝 凝 凝 苗鯪就像這樣子一個 像飛鳥的造型 好 非常的好看 好 那這支的變形呢 就簡單了 首先呢 這邊這一個 滑軸 我們這個要變好 這邊會看有一個滑軸 對不對 我們把它拉下來之後 打平拉下來之後呢 這邊是空的 這個軸我們把它推進去 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轉過來之後呢 推進去 然後後面這個金屬的這個地方 這個電鍍的地方我們把它向後折疊 折到這裡之後呢 這裡把它往前折 讓它作為一個像腳掌的地方 頭蓋這邊把它打開 翅膀往後仰一點 那基本上呢 作為一個手部的一個合體成員呢 就變形完成了 真的是造型好不好看 真的是看人 我是覺得整個造型看起來就非常的棒 我自己覺得啦 畢竟這種東西要用一個1985年的思維去思考 那這個玩具的發售剛好是我出生那一年1985年 我是1985年生的 OK 那接下來這一款呢 是作為最後一個成員 就是一個手部的成員 然後各位看我介紹到現在會發現呢 它其實雖然說手腳的造型是長得很像的 但是它卻是截然不同的一個變形結構 各位會發現其實是變形結構都完全不同模 這是非常有誠意的 然後這邊變形也是一樣把它向下折疊 剛剛那隻是整個這樣翻起來對不對 這是變成向這邊折疊 變形結構上是不同的 剛剛那隻手是把翅膀攤開 這邊是把它往這邊轉 翅膀做一個旋轉這樣 然後頭蓋往後蓋 一樣這邊把它往後收納 然後往前頂 像這樣子 這款作為一個手部的角色呢 就變形完成了 好 那就如我所說的呢 這款撒旦六 惡魔撒旦六合體呢 它的每一個成員的造型呢 都完全不相同 好 雖然是感覺很像是同模 可是其實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好 各位看我剛剛變形就可以知道了 好 那六個角色呢 在變形之後呢 又各自有各自的獨特的一個造型 好 整個就很有特色 好 雖然可動度真的不高 可動度真的不高 好 但是呢 基本上 變形的一個可玩度呢 以1985年來說呢 是非常足夠的 好 那這款最大的噱頭呢 就是可以合體成一個 惡魔撒旦六 好 就是大家知道的六鬼合體 好 這款就是惡魔撒旦六 好 那我們就不落說直接把它變成惡魔撒旦六吧 好 那六鬼合體咯 好 首先呢 這個地方是做一個腰腹部的成員 好 我們先把它的一個手部的地方收納起來 好 然後呢 跨部的地方把它打開 這裡做一個旋轉 好 旋轉之後呢 再把這個零件往回推 推過去這個金屬色的零件就會掉出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往回推 好 那做一個腹部的零件就變形完成了 就像這樣子 OK 那做為一個頭部呢 的組件呢 首先把它變成像剛剛飛機型態的那個造型 把它一下這樣子往上舉 這是它的啟夢 把它啟夢露出來 這邊有兩個孔 這個孔呢 是組合在啟夢上面的 像這樣子把它組合起來 對準之後 把它扣起來 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對準它的啟夢 給它扣進去 這樣子 然後呢 把它翻轉過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把它 攤成這個樣子 要多猥褻有多猥褻的角度 然後把這個橘色的地方向上開 就會看到它很可愛很可愛的臉 其實它是在恐嚇人 不是在笑 看起來像在笑一樣 那接下來呢 把它這個內內的兩個孔呢 組合在肩膀的兩個泡 組合進去之後呢 往內壓 這裡再把它往下壓 那做為一個身體的一個組件呢 就變形合體完成了 像這樣子 OK 那下一個我們來處理它的腿 腿的部分呢 很簡單把它變成像剛剛機器人的 剛剛載具那個形態 把它回到剛剛的載具形態 像這樣子 腿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這邊腳趾頭的地方要把它往下掰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條腿呢 做法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變成 剛剛像載具那個形態 這裡把它向上收 這裡也向上收 這兩邊收起來的原因就是 可以把這個手的地方給卡住 然後這邊有看到兩個電鍍的零件 我們把它翻出來 剛剛做為一個載具形態是把它收納起來的 現在把它翻出來之後呢 這邊看到兩根釘子 這兩根釘子就是把它收納在腿的這個地方 像這樣子 腿就變形就完成了 OK 那這邊這一條呢 就是作為它的一個合體的 左腿 然後這一條呢 就是合體時候的右腿 然後把它的腳趾頭 這一支中間這個腰腹部的腳趾頭 把它向下折 這邊也是向下折 OK 那變形到這邊呢 基本上 就差不多快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呢 把手部的零件我們做個除以 這邊呢 很簡單 首先把頭蓋蓋回去 然後把這一整個零件把它往後攤跟它的手 攤起來之後呢 把這邊的這個地方的零件我們把它翻出來 兩邊都一樣 翻出來之後呢 這邊把它向這裡靠攏 就會變成一個爪子的造型 然後接下來把中間這一根東西把它翻出來 這就會變成一個合體用的軸棒 然後這邊裡面橘色的零件這裡面呢 有寫字 這就是寫的 Japan 然後手部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 有一個孔 就是要把這一支零件插在孔裡面 OK 那另外一支手呢 的變形呢 就是這個零件整個把它向後翻折 這裡也是向後翻折 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起 翻折之前 先要把頭蓋蓋起來 然後翻折 變成這樣子 然後把後腳跟翻出來 像這個樣子 然後一樣把它併攏 那稍微併一下 這個中間的心呢 我們把它翻出來 那 右手的變形就完成了 一樣把它插在這個孔裡面 OK 那 作為一款 1985年天威勇士Machine Robo系列的 六軌合體 惡魔撒旦6 就變形合體完成了 OK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這樣子帥氣的造型 那合體之後的高度呢 大概就是20公分左右 非常的精緻 就讓各位看到這樣子 基本上合體的時候呢 整個密度是非常高的 那後面呢 其實沒有太多累贅的零件 好 除了這兩個手之外 好 基本上每個零件呢 都 非常的細緻 就是收納的也非常的OK 好 那我們造型的細節呢 就各位再看一遍現在是像這樣子 一個非常笑的臉 然後這個在卡通裡面呢 它的嘴 它其實是一個口罩嘴 並不是像各位看到這樣子 還有四顆牙齒這樣在下 卡通不是這樣子的 卡通是沒有嘴的喔 它是一個口罩的 可是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不把它做成口罩的就好咧 偏偏要做成像這樣子 不知道 口罩比較帥 那全身的細節呢 就像看到這樣子 那因為身上運用了非常多的合金部件 所以在合體之後呢 整隻是拿在手上是非常的沉重的 因為這一款用的合金量呢 其實非常的大 我最討厭就是合金部件了 不過用在這一款上面 因為它合金的地方 全部都是沒有塗裝的 除了手這邊以外 它基本上都沒有塗裝的 都是用原本就是提金屬的那種金屬成型色 所以我非常的滿意 因為我不用擔心會去烤殘 那身上的塗裝的地方呢 其實也不算太多 都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然後在變形的時候呢 跟合體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去弄到的 那玩具的可動呢 基本上就不要去考慮它的可動 它就是一個暫時的 手可以像這樣子平舉 沒有問題 那爪子的地方可以做一個開合 沒有問題 其他呢 就是沒有可動度了 就是單純這隻玩具你會買的 就是一個造型跟情懷 那這款玩具呢 也是我真的運氣很好的 在網路上面跟賣家購得的 當然價錢就不用去多講了 肯定就是非常的高貴 但是我覺得買起來是值得的 真的值得 如果以一個1985年的時候的那種 玩具思維來說呢 雖然它沒有給你很高的可動度 我指的是單體跟合體 它沒有給你很高的可動度 但是呢 它給你的是一個 非常流暢的變形合體機構 然後造型上來說呢 又真的是非常的邪惡 你看 這樣一看就知道它就是一個反派 非常的棒 基本上呢 以當年的設計技術 斑袋的那種技術力來說呢 基本上是無可挑剔的 畢竟斑袋不可能跟 當年的斑袋它沒有辦法像 塔卡拉一樣這麼的威猛 它能設計出像這樣子的玩具呢 其實已經非常的值得誇讚 那我自己本身個人呢 有收了其他幾款的一個 天威 狗巴特系列的玩具 跟天威勇士的岩石超人 當然在後面我會一併為各位 之前我跟各位介紹過了 那今天在入手這一款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得意 而且也運氣真的很好 那如果要我幫這個玩具打個分數的話呢 如果以當年的變形結構跟思維 還有一個創作還有我對它的情懷呢 不用囉嗦了 100分 這個玩具已經有在我心目中已經有100分了 可動度真的已經沒有省了 完全都不需要去理它了 那一整個保存呢 我也覺得這個媽媽家保存得非常的好 很高興它能夠個愛給我 基本上在我心目中 它就是一個100分的玩具 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畢竟真的是 融合了非常多的巧思 六個成員都不同模 然後配色也都不盡相同 然後呢一些身上的細節處理得也非常的好 然後加上說它身上使用的合金部件呢 基本上哪裏的恰到好處也沒有任何的塗裝 不會讓我擔心玩的時候會落產 然後呢種種的優點 真的是無可挑剔的 OK 那分享給各位 當然如果各位有喜歡的話呢 就自己上網去找看看吧 或是在店家看看有沒有這款玩具 那我是 當然如果你只是為了要把玩的話呢 我是覺得我不推薦你去買啦 如果你是為了一個情懷而去買的話呢 那就OK 因為把玩這款坦白講 它真的沒有像現在的玩具這麼厲害 就是一些變形結構這麼複雜 合體結構這麼複雜這樣子 這款就是一個很中規中矩很單純的玩具 就是變形流暢 然後合體結構整蜜也流暢 但是不複雜 這款玩具是不建議 如果你是玩複雜的人去買的 不建議 那為了一個情懷你可以去買它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 建議啦 有情懷的人去買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了 這款 天威勇士Machine Robo系列的 惡魔撒旦 Devil撒旦6 惡魔撒旦6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下面幫我點個讚吧 那如果你想更了解這款玩具的一些 其他細節的話呢 麻煩你在下面幫我留個言 我們還可以互動聊天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下次還希望再看到我的影片的話呢 一樣記得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訂閱 幫我點個讚 幫我點個訂閱 然後記得把鈴鐺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的收到我的一個影片的一個更新發送通知 那我更新的影片呢 的進度是不一定的 有時候可能一天發一篇 也可能一天發三篇 甚至可能五天發一篇都不一定 要看我的 忙不忙 我的心情怎麼樣 那玩具呢 基本上就是以這種變形合體玩具為主 那一些電子玩具跟可動玩具就是作為一個輔助這樣子 那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呢 各位會喜歡啦 OK 那就介紹到這裡啦 掰